这个男人是我见过最抠门的人 吃饭没有菜 桌上一个蛋 儿子多刀几下 男人都不愿意 你这连着刀了几下了 这没出息 一点不知道东西的金鬼 少刀点 哎 你听见了没有 儿子气坏了 一个没剥壳的鸡蛋 用筷子多刀几下 能有什么事啊 男人的老婆也帮儿子说话 怎料铁公鸡 却怒怼老婆 说他把孩子惯坏了 这吃东西嘛 啥叫多啥叫少啊 上面进去 下面出来 啥也没了 铁公鸡认为 钱只有用来买地才不会消失 如果咱们不吃鸡蛋 它就会变成小鸡 鸡下蛋蛋变鸡 鸡变蛋蛋变鸡 变来变去那就变个没完 算了算了 我耳朵都听出讲了 他老婆明显不认同铁公鸡的理论 直接让儿子随便刀 这可让男人心疼坏了 他连忙用东西罩住鸡蛋 生怕儿子把鸡蛋刀破 破坏他鸡下蛋蛋变鸡的身材大忌 儿子也来了脾气 索性把筷子一扔不吃了 铁公鸡非但不安慰儿子 还觉得自己沾光了 原来老婆今天要带儿子 去他舅舅家走亲戚 现在正好留点肚子 老婆一听这话 瞬间就不乐意了 人家进京赶考 咱们不送东西就算了 怎么好意思过去蹭吃蹭喝呢 铁公鸡为了省下一顿饭 就决定破费一次 他将鸡蛋拿给儿子吃 然后又从袖子中掏出了一个铜板 让老婆拿去给小舅子凑盘铲 他这才同意带儿子过去 可老婆孩子前脚刚走 庞振坤就带着牛老大过来了 饿着肚子的庞振坤 拿起筷子就要干饭 怎料铁公鸡却语出惊人 二位又是吃过饭来的啊 我这儿正吃饭 庞振坤瞬间就懂了 于是筷子一扔坐了下来 趁着铁公鸡吃饭的功夫 牛老大提出了盖学校的事情 原来镇子决定集资办学堂 可富甲一方的铁公鸡却一毛不拔 庞振坤正是听说了此事 才带着牛老大找上了门 当他们提出此事后 铁公鸡的反应十分的真实 平常让我出去 我不出 谁想出谁出 庞振坤直接将军 难道你儿子不上学吗 铁公鸡却反驳道 上学能当钱啊 读书能挣钱 他劝两人趁早回去 自己说什么都不会捐钱 牛老大还想说些什么 怎料庞振坤却带他离开了这里 等到晚上 铁公鸡正在数银子 结果却被二手烟熏晕 小偷却不偷银子 反而目标明确的 把价值两千两的金炉偷走了 随后又给铁公鸡下套 以三百两的银子把金炉卖给了他 结果却跟庞振坤想的一样 铁公鸡因为不想出打官司的钱 就没有报案 可女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算命先生不仅没下 而且视力好得很 几米败的女人 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而女人之所以相信老头是瞎子 那是因为不久前 这老头还在给县太爷做盲人按摩 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老婆走了进来 怎料仙太爷却无视了算命先生 对美娘动手动脚 见相好的不愿 仙太爷连忙解释 说这个瞎子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但他的医术可是一流 两人说着说着就坐到了一起 美娘也告诉仙太爷 她老公自从上次摔了一脚 手脚就不能动弹 可说话吃饭却跟往常一样 这不惦记您老 特来看看你 仙太爷开心坏了 这以后岂不是更方便了 随后便将一旁的算命先生 推荐给美娘 两人不要脸的样子 让老头都没眼看 仙太爷还特意给他一头小毛驴 好方便他带瞎子回去看病 就这样女人带着老头回家了 怎料老头还不满意 不想坐驴回去 这还不排场 这驴呀 反正是他们抢老百姓的 放在马棚里也没用 这是支线大人送我的 今天呀算你有福气呀 老头一听这话也就不再多说 反而觉得自己是个瞎子可惜了 看不到女人的花容月貌 不然一个丑女人怎么能跟仙太爷套近乎呢 女人高兴坏了 这也让他对老瞎子没了防备 可当他走到一条小道时 却突赶尿液来洗 于是就来到一旁准备放水 老瞎子却装模作样 问他要干什么 我呀方便方便 老头乐乐 连忙斜眼瞟了过去 看了几秒后 这才收回了目光 也不避避人 你呀 想看 看不见 他也突赶尿液来洗 索性跳下驴背 当这女人的面尿了出来 这可把女人吓坏了 哎 你不避避人 老头却毫不在意 反正我是个瞎子 就算你看了 我也不知道呀 说完就拍了驴屁股一把 女人眼见驴跑了 就提上裤子追驴去了 哎 我的驴 驴 可他又怎能追上 四条腿的驴呢 女人当着男人的面 解开了衣服 想要凉快凉快 娘子 你也不叫个脸面 你看 你诈乎个啥呀 你没看他是睁眼瞎呀 给你来治病的 女人说完就到一旁擦汗 一边擦还一边吐槽 说他今天可真是倒霉 仙太爷给的毛驴跑了不爽 还让他搞了一身臭汗 至于他带回来的瞎子 则是给床上的胡总管看病 怎料还没等他看出毛病 女人就幸灾乐祸的说道 哼 让你那嘴巴也动不了 看你成感 行尸走肉 然后就坐到床上 说他们父子俩没一个好东西 现在变成这样都是 活该 报应 我这哥们 我这腿 瞎子安慰胡总管 说他就是支县大人派过来的 然后伸手就是一拧 疼得胡总管直叫唤 就在他绝望之时 神算子却说 吃了他的药 很快就能下床走路 可让胡总管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药得吃三年 自话一出 女人瞬间不乐意了 三年过后 自己早成了老太婆了 还怎么快活呢 胡总管听到妻子这番无情的话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骂女人不知廉耻 怎料妻子扭头就要出门 你不管我了 你又霸出谁的裤腰带了 臭娘们 你想我死 你好快活 老娘就是要快活 还要钱 瞧你这熊样 妻子想到丈夫的所作所为 就决定来一个刺激的 他找了一块白布 盖住了丈夫的眼睛 然后叫来了许少爷 许少爷看见胡总管 二人就怂了 他们俩眼睛不中用 别强调他们 许少爷一听这话 就掏出一定银子 然后当着两人的面坐了下来 女人还生怕丈夫不知道 故意问许公子要房租 那当然 老板放心 带我走的时候啊 我把这儿给你接轻了 两人的骚操作 让瞎子里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就摘掉了胡总管的白布 让他看个清楚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胡总管硬是一声不吭的 躺在床上 看着这对肩夫淫妇秀恩爱 还有人说我坏话 气死我了 说你坏话 谁信呢 让他们嚼舌头去吧 咱呢 咱不嚼舌头 就在他们不嚼舌头的时候 许少爷的手下万贵就走了进来 他才不舍的放开了老板娘 老板娘 门外来的个轿子 是知县衙们请老板娘的 老板娘一听是县太爷有请 就知道大买卖来了 于是他连忙到镜子面前整理一撞 看都不看丈夫一眼 直接就上了轿子 等到了县衙 老板娘就发现 县太爷已经在床上躺着了 于是他脱了衣服要上床 怎料却被县太爷的三位姨太太 给抓了个阵着 好